中国大陆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在美国的一个美术馆展出的作品遭到了当地艺术家蓄意破坏 被打破的花瓶有两千年历史价值超过三千万台币 这一位打破花瓶的艺术家认为美术馆只展出国际作品 他不重视美国本土的艺术家 因此艺术家就在馆内随手摔碎了一件艺术品 没想到花瓶这么贵 除了赔偿之外 他还将面临当地的行事责任 美国艺术家为了抗议 美术馆不重视本土艺术家 走进馆内随手摔破一座花瓶 但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花瓶 而是大陆知名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 要价三千万台币 他可以抗议 他可以写一篇文章 他可以写很多东西 在网上或什么 但暴力是一种暴力 我认为暴力 我认为这不是正确 艺术家艾未未这次在迈阿密美术馆 展出16个手工艳彩瓶 花瓶本身有2000年的历史 可追溯至汉朝时代 艺术品在展场中被打破 并不是第一次 2013年一名瑞士记者 就在伊朗派对中喝醉酒 打破已故艺术家 费伯罗的创作 这一次的犯案者说 他只是模仿艾未未打破作品 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花瓶 艾未未表示 对这次的破坏事件 感到非常遗憾 犯罪者应该要承担责任 他也将面临 迈阿密的刑事责任